我就想问一下 其实我们看上去 虽然他33岁 但他还像个小女孩一样 对 但你为什么喜欢 还找小弟弟呢 我认识的 都清楚年龄 但你肯定是不约而同的 找了那种年纪比你小的 你一开始可能真不知道 不是他可能 可能是他不知道 一开始我比他大吧 对啊 为什么会这么巧 哦 这话有技巧 石美妍女 33岁黑龙江人 东北石油大学本科 土木工程专业 各位情侣家好 土六老师好 我叫石美妍 我的名字非常好记 帅哥美女们都需要的 美妍相机的美妍 我毕业于土木工程系 东北石油大学 然后没有从事本专业 来北京之后 一直从事运营相关类的 工作 我的兴趣爱好 是喜欢一个人出去旅游 然后拍拍照 然后也是汉服的热爱者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舞台 谢谢 这姑娘太有特点了 穿得像一个穷摇女郎 她却是土木工程专业 据说她的爱好 是喜欢坐儿童小火车 然后呢 她还有几个特点 喜欢穿汉服 不喜欢画大饼的老板 不喜欢压榨员工的老板 而且女大三抱金砖 她也喜欢 都是你的特点吗 我给你总结出来的 谢谢附老师加了最后一句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夸奖 谢谢 说说吧 你不喜欢画大饼的压榨你的 那你喜欢哪样 也不是说不喜欢压榨 就是 你喜欢被压榨 拿钱压榨就可以了 拿钱压榨就可以了 说得好 我冒昧的问一个问题啊 33岁啊 咱不是说催婚啊 就现在你想结婚吗 不想 咋了呢 我觉得我的状态很好 但是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状态不是很好 谈了几段 三段 都比你小 我就想问一下 其实我们看上去 虽然她33岁 但她还像个小女孩 也 但你为什么喜欢 她还找小弟弟呢 我认识她 不清楚年龄 但你肯定是不约而同的 找了那种年纪比你小的 你一开始可能真不知道 不是 可能是她不知道 一开始我比她大吧 对啊 为什么会这么巧 哦 这话有技巧 年轻啊 谁让我们岁月 流失的那么慢 对吧 人家 她看不出来 我有三人三嘛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但是现在我 那你现在今天 每天 每次说话 这种羞涩的样子 是你平时说话的状态吗 不是 我见到您激动 我妈妈特别喜欢你 然后我就 然后就 就多看看你 替我妈妈 你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 不是 这个掰手指头 你平时怎么说话 我平时挺大大咧咧的 是跟小叶那样说话的吗 啊 雷哥吃穿 那个 对对对 特老师 女生 见到喜欢的男生 都容易这样 见 您 拉倒 您懂我 可能我像她父亲一样 威严 她说那是妈妈喜欢的 你看 她都说了 我懂她了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着我录 你就看着我 然后你要大方一点 拉倒 你会吐 我们问完啊 我们问完啊 为什么选择土木工程专业 这个有一个小插曲 我报的当时是石油 然后当年的分太高了 620多 然后我低了 低了十几分 然后 你毕业多久了 毕业十年了 这十年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电商 互联网电商做美妆的 然后我是做微信运营 做社群是吧 对 那个时候刚刚兴起 我们是把PG端的用户 引流到微信端 然后再通过朋友圈转发 去做活动 去刺激我们的老用户 带新用户 然后新用户进来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激活留存